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大家也要看一看我们的支援是很全面性的 大家都知道现在譬如去读书 他们进去大学或者各种东西 他们可以我们会支持学费或者各方面补习 或者他们我们叫做生活的技能 其他那些我们都会支援的 我相信可能大家不要只看他们是一个人工 我们这个资助是包括背后也有很多不同的支持给他们 其实我们每一年经费差不多是到九亿几十亿 体院每四年检讨一次精英运动员的直接资助机制 体院副主席郑运迅说巴黎奥运之后很快会检视资助金额和门栏 我们就开始讨论我们自己有个精英事务的委员会 我自己都会帮忙看着那个委员会就开始讨论 一般的时间可能是去到明年年初 我们都希望可以有个报告出来 接着就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可能有个新的安排 我们当然是希望那些运动员是可以有向上流的机会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都不希望他们停留在最初的阶段 这个我们就要肯定到他们可以有机会向上 一个公平的机制 另一方面就是究竟在入门版上 我们会不会遗漏了一些人 他是因为某一些原因而少了机会进来 这个我们都不想浪费了 因为其实不断有新的苗子 对于我们体育学院的成长也是很重要的 鄭永迅又说支持推动体育产业要有明星承托 体院有专责部门协助运动员摄拍广告 除了增加收入 亦都可以宣传有关运动项目 鼓励更多年轻人加入 香港电台记者邱家威报道 冰冰港队总教练李靖认为 政府对运动员的支持足够 又说现在运动员的资助愈来愈好 用检讨这个字可能会夸张了些 可以再去咨询一下 但是对比我当年 我三千元一个月 我拿到牌 我整个月拿完牌都是一万元 我认为运动员的资助是愈来愈好 用检讨这个词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有些夸张了些 咨询或者总结一下 因为对比以前我们的成绩 他们比我更好 我觉得我就有些吃虧了 当然现在运动员愈来愈幸福 要多谢政府支持 我看院的那种帮助 场地的设施提供 我觉得是足够的 当然这些资金的东西 或者资源的东西 多多益善少少无拘 大家社会支持 大熊猫盈盈 日前诞下一对龙凤胎 海洋公园说 这对港产大熊猫BB进入收水期 看重可能会下降 这几天是他们传播关口 团队和专家 正在24小时照顾他们 由立法会议员就希望 政府和商界 可以合力推动大熊猫经济 带往香港 大熊猫盈盈 星期四凌晨 生了第一只 痴性大熊猫BB后 用口担着它 扭动了一阵就顺利产子 当日是仍仍19岁生日前一天 它亦成为有记录以来 最年长成功初次产子的大熊猫 至于一对龙鳳胎 海洋公园表示 他们的体重都比其他大熊猫BB 平均值130至150克低 团队正是以人工捕育 并协助他们排便 希望他们的情况尽快稳定下来 来自四川的中国大熊猫 保护研究中心专家 亦都会留港协助 有一个叫做收水期 人类BB出生都会有的 但是以大熊猫BB来说 这个收水期 其实是它一个存活的关口 因为本身它是一个 不是发育完整的一个结构 另外就是它本身的体重 都是得110多克或者120多克 在收水期之后 大概它的体重可能 都会再向下跌的下降 所以通常我们在三至四日后 收水期 希望它过了一个 最比较困难的关口 可以看到它的体重 有一个持续的上升 和食物那里 希望可以去吃得比较稳定些 海洋公园表示 这对雙胞胎 父母是落落和盈盈 所以会留在香港 他们成长的头两年 会和盈盈居住 至于中央今年再送赠的一对大熊猫 就会安排入住安安 街街的故居 刚刚由四川返港的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楊潤雄表示 很有信心 这对大熊猫 可以在9月底前到港 估计在大约12月 就可以和市民见面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政府和商界都可以借着大熊猫热潮 研究大黄香港的措施 熊猫经济 我觉得首先 是否可以找我们的航空公司 将一架飞机 外面将它游成一个熊猫的发言人 你看看外国有些品牌 买到全世界都是 是否又可以开一个熊猫店等等 我想可以将这个品牌宣扬出去 我觉得大家都会很喜欢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兴奋 我都希望政府不要下下 这些条例又不行 这些又不行 这方面大家要共同去推动 有些事情要杀材松绑 令到我们失去时机就不行了 所以时间是很重要的 这方面要各方面去配合 海洋公园公司主席庞建宜就表示 中央在宋镇一对大熊猫给香港 加上一对港产大熊猫出生 是员工的强心心 相信能够帮助提升入场人数 他也有信心 和其他单位以及商业机构合作 包括增加收入 香港电台记者林家平报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明天将会在大埔 举行地区咨询会 他说他和各司局长会以小组讨论形式 围绕聘经济为民生两个主题 和市民深入交流 认真聆听意见和建议 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 施政报告咨询已经展开一个月 他和团队分别已经出席 超过2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 接下来会走入社区 近距离和市民面对面交流 明天的地区咨询会 将会在朝早10点至中午12点 在大埔一间学校举行 港台电视31、32 以及香港电台多个网上平台 和流动程式将会直播 在泰国为泰党党魁贝东丹 获国会下议院表决通过当选总理后一日 他的爸爸原本正是处于假释的前总理他讯 获得特赦 根据泰国王家赦免令 包括他讯在内的全国大约5万个囚犯 获得释放 他讯去年8月结束流亡 返回泰国之后被捕 其后被最高法院裁定三项贪污罪名成立 入獄8年 大约一个月之后 获泰黄瓜杂拉龙宫同意特赦 减刑至一年 之后获准假释要在家复刑 他的刑期原本在今个月底戒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黄毅在泰国出席中国 鲁窩 缅甸 政治局委员外长黄毅说 余会的四个国家比论移居都希望协助缅甸推动局势降温回稳 黄毅指出缅甸局势仍然令人担忧 在缅甸问题上要坚守三条底线 即是缅甸不能够内乱内战 不脱离东盟大家庭轨道 不允许外部势力施意滲透干预 黄毅提出的建议包括 共同支持缅甸依法有罪推进国内和平和解进程 欢迎各方向当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支持民众度过难关 但是任何援助都不得用于制造对抗冲突 并为防止冲突 创造有利经济社会条件 另外共同支持以东盟方式 妥善处理缅甸问题 支持东盟团结 警惕域外势力 搞局乱共 激化矛盾 四方外长非正式会晤 亦都讨论了跨境犯罪问题 王毅说 网倒电炸等跨境犯罪 屡禁不绝 危害生命财产安全 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 只有地区角光加大联合打击力度 才能有效扭转违法犯罪活动高法态势 愚会四方一致同意加强合作 加大力度打击网倒电炸 贩毒 人口贩卖等跨境犯罪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宁 王毅到清迈 是出席南昌江 微公河合作第九次外长会 他在会后表示 中国和微公河五国的战略互信 不断加深 中国和微公河五国的贸易 比十年前翻了一番 愚会各方一致认为 南美合作引领作用更加明显 已经成为地区合作的金色平台 我们一直认为 南美合作的战略影响更加突出 对地区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 南美国家加强团结合作 写手应对风险挑战 是共同利益之需 也是国际社会期待 王毅说 愚会六国决心潮注四个方向重点努力 包括合作打击跨境犯罪 探讨建立南美司法和法律合作机制 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加快建设创新走廊 完善地区科创合作机制 丰富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合作内涵 六国将深发铁路、公路、港口、电网互通 加强产能投资合作 维护地区产工链稳定等 下一次南美合作外长会 定于明年在中国举行 由中国和泰国共同主持 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导 今年是廉政公署成立50周年 廉柱大楼一年两个周末举办开放日 新闻结束前一起看看有什么看 进来廉柱大楼 不只是炭招牌咖啡 今年开放日 特别展示香港国际廉政学院 自行研发的虚拟实景调查 情景训练系统 戴上VR眼镜 无意跟踪法团主席和工程判头 监察和记录他们在公园交收装款 廉柱名物之一 录影会面室的三角桌 在列队认人室 站上嫌疑人的位置 体验被证人单方面辨认 等一下 什么事 我们廉政公署的计划人员 现在是规划你 以及前线人员执法情况 走开 走开 不要追 大人小孩似乎对这些枪械设备最有兴趣 为什么最想看窗 因为我想看其实有多大 还有我想看有多特别 我们很幸运抽到 那就给小朋友见识一下这个机构 让他认识多些 带他过来感受一下 位于北角的廉柱大楼 一年两个周末举行开放日 收到接近两万份申请 还签的大约6000个市民 可以在指定时间 以度想认识参观 包括为了庆祝廉柱成立50周年而设的 廉政光影50年展览 见证廉柱反贪足印 有廉柱前伙计 专程回来做到想源 其实廉杰是香港重要的价值 我很支持这一样 每个市民应该将这一样 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秉持诚信 廉柱都是一个很开放的组织 所以都开放了很多地方公市民去了解认识 从而支持反贪窗帘的工作 廉柱希望透过今次开放日 令市民了解他们50年来的工作 正是积极考虑在未来几个月 推出更多参观活动 香港电台记者苏海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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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